回來講講新一屆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的名單就出了 香港代表大約有二百多人 和上屆的數目都是相近的 究竟接下來的變化是怎樣呢? 多了些不同界別的精英 我們請來這位嘉賓跟我們聊聊 就是人大常委譚耀宗 譚先生跟我們聊聊 早安 譚先生 早安 早安 在全國政協的名單當中 看到很多年青的面孔 今次是否在接班的一屆 近半的委員都是換了班 加入了一些新的人士 其實你自己怎樣看這個變化呢? 一屆是五年 五年事實上都應該會有些變化 譬如有些年齡的問題 有些可能已經做了超過四屆 所以都會有些變化 這是合理的 亦都可以給一些機會 給一些新人上任 多些人有機會參與 很多有新人有舊人 好像我們都熟悉的前文政事務局局長 劉光華都榜上有名 前任問責官員加入全國政協 今次劉光華是形容自己的新丁 這是不是一個在政界的代表呢? 第一 是 因為劉光華我都和他一起拍檔過 參加民建聯的時候 他也是地區直選的議員 後來又入了政府 做了問責局長 現在他退了來之後 有機會參加全國政協都好 事實上他過往都沒有參加過 所以他說他形容自己是新兵 不過他都是一個很有想頭的人 有很多很好的建議和意見 如果他能夠繼續在政協這個層面 在國家未來的發展裏面 多些提供意見建議 幫忙去推動 這個都是好事 坦常看到今次都引入了大批專業人士 接下來估計港區委員 在當中的發揮空間是怎樣呢? 好啊 譬如有很多是IT 也有些專業人士 我覺得有些幫忙教經濟 特別是現在香港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如果有些商界朋友 專業界朋友 他就一起幫忙去 無論在投資方面 在服務方面都可以多些去給意見 或者去推動 那麼 看到 譬如說 社會科技界也有些不少的 可能在政治名單中陌生一些的名字 好像清協總幹事 何影昌 或者 關心青年政策 這個是不是意味著國家都對於香港的青年事務 都是念之重之呢? 他是這樣的 你看看他整個 200人 都超過200人 200多人 香港的委員 200多人 都是方方面面都有的 因為他是這樣的 他有一批 100多人 就是屬於 港澳的特要 就是說 他是 什麼 另外 也有些 就是 加入了去全國各個不同的界別 就是你剛才所說的那些界別 其實這些去到各個界別 他是這樣的 開會的時候 港澳就是 自成 一組這樣的 就是分了討論的時候 那如果你去了其他界別的 就跟其他 全國的界別 現在都一起去談 也有個好處 譬如你說你在 在經濟界 你就進去那裡 全國各地那些 經濟有關那些 譬如可能國企的CEO 全部都在那裡 也相當好 那個交流就是 你認識很多人 你也可以介紹一下香港 你也聽聽他們說內地的發展 那些社會福利都是這樣的 那我覺得這個都很好的交流 就是不只是 只是在香港 嗯 那看教學界 譬如這樣為例 就是浸大校長 衛炳剛 李大校長 藤錦光 都獲邀 那好像譚老師那樣解釋 就是日後 在教學界的政協會議 這些校長可以跟全國的教學界的人士 去交流 去討論全國的教育事務 還包括令南大學的協理副校長 立法會議員劉之鵬教授 和香港科學大學的廣州副校長 吳宏偉 另外 譚常想問一問 那個年齡問題 我們官場經常都講的 即67歲就可以續任 68歲都有需要卸任 不過今屆 看到政協名單裏面 都有很多人打破了這個慣例 都繼續上榜 你自己怎麼看這個現象呢 每次都有些類似的例子 譬如上一屆都有兩三個人 是超了少許 這解釋的同樣是超了少許 可能他就覺得 可能這些人都應該要保留在這裏 可以繼續發揮作用 可以有些例外的 他又不是完全一刀切的 還有多了不少商界人士加入了 特別有些商界第二代加入了 你自己看這個情況又是怎樣呢 因為他原來父親那輩都很積極地參與 對國家對香港都很多貢獻 而他第二代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第二代 他都很出色的 一樣都很願意去做參與社會服務 為國家服務 我覺得他就不應該因為第二代 他就不讓他參加 我覺得這個就不好的 應該就看看他本人 是不是真的有什麼擔當 有這樣的能力 有這樣的議員 願意為國家建言獻策 去個別考慮 這次在這個名單裏 就見不到前特首林鄭月娥 亦都沒有全國政協的副主席 前特首董劍華 特首離任之後 是不是做政協的副主席 這個慣常做法 這次意味著 是不是好像澳門一樣 其實落任的特首 未必真的會去到 接任這個政協副主席的位置 是的 我覺得這個就不是什麼慣例 不過曾經試過 有兩次 大家以為就是一個慣例 其實是不一定的 因為每個人的情況有所不同 或者中央有他的考量 不過都不要緊的 能夠參與 參與都會有各種的平台 各種的途徑 正如董建華辦公室都透過公關 說董先生不會在新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當中擔任職務 但他會一如以往 關心香港 關心國家一樣 是 譚先生想問一問 現在我們有二百多名的香港代表 加入在全國政協委員的名單裏 其實你預計 對於香港和內地方面的發展 發揮的作用是怎樣 我覺得這一屆可以有更大的發揮 為什麼呢 我們上一屆 就是說現在剛剛完一屆 因為受疫情困擾 有三年時間都停了 那些交流都停了 你想回去都回不了 現在已經通關了 通了之後 我覺得可以加速加快 譬如我們過去那屆 想說上去交流都做不到 但是現在可以全面啟動 我覺得可以加速發展的進度 看看有什麼國家所需 我們可以做多些 融入國家發展大 同時我們怎樣服務國家 因為我們現在和國家已經在一起了 有很多東西叫做命運共同體 特別是來自很多 特別是中美那方面 有些的變化的關係 地緣政治等等 所以我們更加要和國家站在一起 看看怎樣互相互補 對兩地都有好處 互相互補中間 香港要發揮一個 原有一個兩制打壓的特色 都多番建議 在人大和政協的改組當中 看到管理熟悉香港港澳事務的領導層 似乎繼續接任重要崗位 有沒有什麼重要的啟示 國家當然半屆五年一屆 當然有很多人士的變化 而且內地現在對年齡都一定的限制 都一定的年齡要退下來 但是我相信人士有什麼變化都好 但是中央的政策是不會改變 特別你看到最近 無論是二十大的文件都強調 一國兩制沒有需要改變 還要長期堅持下去 而且很多事情 希望香港繼續保留我們原有 這個獨特的地位 角色 怎樣繼續發揮 都是鼓勵我們繼續去推進 所以不管誰負責港澳事務都好 我想這個方針政策都是一而半之的 不會因為人士變化有帶來完全的改變 不會的 另外全國兩會人大政協會議 將會在三月初開幕 選舉產生新一屆的國家領導層 今天聲道日報有一個獨家的報道 就說他們收到消息就是 韓正有機會將會接替 黃岐山擔任國家副主席職位 其實你仔細看 這些人士變動的消息 對於接下來的發展會怎樣走呢 這些消息我有時候都聽到 這些都不是正式的公佈 當然是 是全民 這些全民什麼時候都知道呢 就等開兩會 開兩會呢 除了平時的疫情之外 就是今年的緩屆 緩屆就由全體的人大代表 投票去選出國家主席副主席總理 各個中央部門的部長 還有人大常委 就是這樣的 還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 所有這些都是要選舉產生 現在有些都是全民猜測 你知道全民的東西有時候準有時候不準 很難說 當然不是百分百的準確 沒錯 稍後如果有正式公佈之後 可能在YouTube和譚Sir 來上去分析一下當前的形勢是怎樣 今天多謝譚宇宙 多謝 謝謝 好 拜拜 好 好 NZ